今天的訊息是靠主建入健康的大腦和睡眠 防止微腦鮮衰 中間有些年輕人說你輪到我掛 我會告訴大家 有些人可能已經有微腦鮮衰的情況 如何預防 如何有健康的大腦和睡眠 這訊息一方面有聖經 一方面有科學性的知識 我會將資料傳給大家 如果在網上的朋友 這裡有輸入 在這裡輸入 你做了些甚麼? 向下的科學 向下 向下 OK 好 那麼就 向下 向下 不好意思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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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 了解一下 OK 好 好 可以開眼了 好了 這個睡眠問題 那個感激的神 是可以得到幫助的 神是很祝福我們的 現在又不動了 這個 我是向上 現在可以了 好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現代人很多靠刺激來滿足 因為從小到 從小開始 我看到很多父母 都是給手機的小朋友玩 小朋友習慣了 開始玩遊戲 開始要進步 激一些 那天我去買一套遊戲的時候 我發覺它有一個屏幕 在顯示一個遊戲 這個遊戲我覺得很驚訝 是什麼呢 遊戲是有些好像殭屍的人 出現 然後就開槍打死它 為什麼這樣的遊戲都有呢 然後我就跟我太太說 我太太還說 他說現在有些遊戲 學校裡面有些人處理 他說有些遊戲 是教人自殺的 最初就試一下輕量的 然後最後一步就是 你自己真的去自殺 其實就算那些 現代那些搖菌音樂 也都有些是講到死亡的 其實你查一下死亡啊 地獄啊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搖菌樂隊的名字來的 他們選擇這些這樣的魔鬼啊 這些不同的 所有這些負面的名詞 已經用了在搖菌音樂裡面 引致有很多人呢 經常都追求刺激 當他一路刺激 就是越來越不夠的時候 他會越來越追求 我也都見過一些這麼嚴重的 他們想追求呢 現在臨死那一刻的感覺 那你就找一個人捏他的頸 捏到他差不多死了 窒息了 這樣才放手 那他呢 就會感受到 差不多窒息那一刻的感覺 追求這個感覺 就要玩這件事 那有些人真的這樣 真的死了也有的 那原來這個世界上的人 追求到刺激 追求到無其不有 但如果我們有耶穌 其實神給我們更大平安 我曾經試過一次 為一個吸毒的人祈禱 如果他怎樣說 他說你祈禱我祈禱 你比吸毒更舒服 哈哈哈哈 因為神的同事 帶來這種舒服 是整個人很輕散的 即時呢 很重大好像飛了去 他們就是想追求這件事 那我希望大家 不要用那些方法追求 而在耶穌裡面追求 那時候呢 你就隨時隨地 都可以有這種平安喜樂 希望大家都留意到 譬如手機 看電視 這個東西都不好聽吧 或者 WhatsApp 或者低頭一族 這些手機 都是很多 現代人的一種追求 是不好聽吧 好 那我一起讀一讀這個經文 傳到書五周三節 事物多 就令人做夢 言語多 就演出圓迴 日七節 多夢惑多言 其中多有虛幻 你只要定為了殺 不要跳 不要跳 我額頭才跳 那 這個不是啊 我先看著你的額頭 好了 這個聖經說到 事物多 當然那些人很繁忙 那你說我上班都很多事物 我讀書都很多事物 但是呢 我們儘量有個輕散的心 那這裏所說呢 就是 太多不需要的資訊 不需要的刺激 這些東西太多的時候 那也有些人一數 他說呢 一秒 一分鐘 我忘記的數目了 有些人的思想的數目 就是那些意念的數目 是有成 四十次以上 或者五十次以上 那些是屬於極度繁忙 是很容易繁躁的 那而呢 我們人可以追求呢 盡量呢 就是 每分鐘 十個意念啊 就是平靜啊 不要那麼多 想到這個 想到東南西 那麼多煩躁 當人事務多的時候 就 發夢了 言語就多 就顯出疑悔 就是說話多 有些人呢 你一跟他說話呢 他就馬上說了 不停的 言語多的時候 就顯出他的疑悔 多夢和多言 都是很多虛幻 這些東西都是要過去的 我們敬畏神才是最重要的 其實這些人呢 就很多時候呢 就會呢 就會心裏面 非常之繁忙 好了 我們認識這個 賀爾蒙呢 是對我們很有幫助 這個是神設計 原來神呢 做我們身體呢 不是不停的 不是不停的 弄那些肉出來 弄那些肉出來 弄那些骨出來 弄那些人出來 它是有精巧的設計 那是什麼精巧的設計呢 當人遇到危難 譬如這個 真的有個人呢 有個老虎 在草叢那裡跳出來 那裏面是這樣的 非常高的 它坐在一隻大象上高的 那隻 那隻 老虎真的跳上來 那這個人呢 嘗試保護自己 但是他沒有武器 他只是有一隻 這樣的小小棍子 他真的一抓在手 直接就是 是很 嚴重的傷害的 在這樣的情況 他會不會很熱去沸騰 在這個時候 他立刻那些 緊張賀爾蒙的 腎上腺素 還有一種叫 Cortisol 立刻就會很強烈的分泌 為什麼呢 他立刻要 即是很快速地處理 怎樣 怎樣辦法 怎樣處理呢 我們人是需要這件事的 譬如你 跌倒 準備跌倒 你立刻會 哇 肌肉立刻會緊張 立刻要想辦法 撐住不要跌倒 或者有賊路追你 或者有車差不多撞到你 你當然要快點走 你不可以 車撞到你 你還不可以 這麼自由淡定 在這個時候 不是自由淡定 是要快快 這個是人體需要的 這個是神創造 我們有這件事的 是面對危險的時候 不過 問題就是 長期分泌 有什麼後果呢 人就會狂躁 即是 譬如經常都 哎呀 那些人不喜歡我 哎呀死了 又考試 哎呀 睡不著 今晚睡不著 有些人呢 想到睡眠 就緊張症 即是想到要睡覺 他就死了 今晚又睡不著 真的有些人跟我這樣說 他就會緊張 他就怕今晚又睡不著 當你長期有這些 這樣的分泌的時候 有什麼後果呢 就會有狂躁 低沉 消化不良 心臟病 高血壓 睡眠問題 這些全部的不好的東西 就會走出來 那大家留意一下 你平日之中 有多少時候是緊張痂 譬如這樣 你的家人 很多時候和你都有炒鬧 或者你和他炒鬧 那你這個人就會生氣了 生氣了 生氣就會出這種 腎上腺素 就是你經常都在緊張 猛的狀況 那我們要學習 不要那麼介意 他經常都 譬如有人經常都罵人的 我們不用那麼緊張的 不用看得那麼嚴重的 放手一點 人就會輕鬆了 這個是要學習 那下一個呢 就講到 神又給我們一些很特別的 令人開心的賀爾蒙 我自己叫他做開心賀爾蒙 我一起讀這兩個經文先 真言十七章二十二節 喜樂得心賴是良藥 而唱他書三十三十五節 你會得慾在乎 平成安穩 在這裏講到 喜樂乃是良藥 原來開心 就會是醫治我們身體的 我們大家閉上眼 不是 對不起 是開眼 因為我看到有人閉上眼 開眼 原來我們先講到緊張賀爾蒙 現在我說了 開心賀爾蒙 聖經說 喜樂的心賴是良藥 原來一方面 我們普通人會知覺的事實 人開心會醫治我們身體 但也有科學的支持 我現在講開心賀爾蒙如何醫治我們 而且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原來你平靜的時候 你就會有力量 這是聖經所講的 一方面是從神得力 另一方面是我們的身體得力 原來是甚麼原因 太默小小 原來我們身體就會分泌這些賀爾蒙 這裏其中一些 還有其他的 Dopamine 這個比較出名 Dopamine Endorphins Obsytocin 還有Miltonin Miltonin 是幫助睡覺的 他身體就會出一些這樣的 我統稱它為開心賀爾蒙 名字是我給的 沒有人給的 原來這些賀爾蒙有甚麼好處呢 我形容只是容易記得這意思 開心平靜賀爾蒙 那有甚麼後果呢 一起讀 開心舒服健康減壓好睡眠心靈更健康 好 原來這樣的情況 人就會開心又舒服 又會健康 又會減壓 又睡得好 心靈更健康 那你做些甚麼會有這些賀爾蒙出呢 這些圖片可以看到 親的耶穌 安靜耶穌的親的耶穌 第二呢 在聖經有喜樂的心 第三個圖呢 平靜或者大智 平靜或者大智 第四呢 與人的柔和 開心的相處 即是人與人之間 人是需要人的相處 但現在很多人呢 是不是直接的 是用個機器的 用個機器呢 就變成 嘟嘟嘟嘟 散個東西出來 我一定認識那些聲音 因為我覺得太繁忙了 當很久之前 有一個甚麼叫 ICQ ICQ 那時候 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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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那些WhatsApp 我都全部認識了 所以如果你緊急找我 一定是打電話的 因為呢 其實人面對面 你有沒有發覺和人聊天 聊得很舒服的時候 人都舒服的 是吧 當然 是 好了 然後最後呢 做運動 還有太陽 又不要曬到一隻東西 是的 適量的運動是重要的 還有適量的太陽 原來在這個情況 身體就會分泌 開心可以無 還有你感覺到 我給大家試一下做一件事 大家看著眼 放鬆的人 然後呢 盡量放鬆自己 尤其留意在呼氣的時候 因為呼氣比較容易放鬆的 就留意一下你的身體的感受 由頭到腳 放鬆 一路又想著耶穌 耶穌 一路又想著耶穌 多謝耶穌 耶穌 耶穌 一路呼氣 一路放鬆 大家有沒有一種平靜舒服的感覺 可以開眼 有啊 有啊 其他人呢有啊 有啊 有啊 原來神做我們就這麼特別 當你覺得舒服 就是有出緊開心 開心 害爾蒙 啊好 是不是很特別啊 原來那個按鈕呢 就是這麼簡單的 按鈕是什麼呢 平靜安穩 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平靜安穩 輕輕鬆鬆 一分 開心的心 就是說呢 在那裡笑一下 哈哈哈哈 哈哈 就會出些開心 害爾蒙 當你發現這個時候 譬如有些人有情緒問題的 無論輕還是重 有時不開心的 那你可以做些什麼呢 吸氣呼氣 吸氣呼氣 放鬆一下自己 運動一下 等一下你會忘記那些煩惱的 就是你在動的時候呢 你試一下 就擺一下手擺一下腳 那你的注意力就去到那裡了 或者敬拜讚美 或者呢 跟人面對面聊聊天 就不要猛地說不好的東西 猛地說 哎呀啊 什麼人對我什麼不好 不是說這些 跟他聊一下 就是一些開心一點的東西 關心人的東西 那 那時候呢 那些人呢 就舒服 當你一覺得舒服 其實就出緊這些開心 害爾蒙 這樣容易嗎 這個制度容易嗎 其實不是很難的 不是很難 不過很多人不知道這件事 所以今天呢 說這件事呢 大家知道 我想問大家 你平均一天 有多少是緊張害爾蒙 有多少時間是開心害爾蒙呢 如果你整天都是緊張害爾蒙 那你什麼呢 沒有東西肉 找東西來煩 就是沒有事沒有慣 就在想 哎呀死了死了 哎呀那天又要考試了 哎呀又被人罵過了 哎呀我又壞了 我又前途又不行了 哎呀又沒有人喜歡我了 那天天天地想這些時候 就整天出緊張害爾蒙了 是不是 大家有沒有發覺 當我一想這些不好的事 那腸胃有什麼感覺 不開胃 是不是 睡覺又怎樣 又睡不到 原來 是的 總之整個人都不行 所以知學這件事 是否重要 就是我們留意 就算現在聽到 你在什麼狀態 有些人就會說 哇好啊 這樣就實在 我聽到這些真理 但有些人就不是 哎呀我都做不到 哎呀 這些太難了 可能有些人就會這樣想 那我希望大家 時時有一個正面心態 原來呢 那些科學家都發現 正面的意念 即時在身體也會產生這些 開心害爾蒙的 亦都對腦毛有幫助 即原來人呢 當他基本上就是這樣的 一舒暢 一輕鬆 就會出開心害爾蒙 哇 是不是很奇妙啊 即我們身體就會自己出的 但是那個人 哎呀都是很緊張 整天都看人家不好的東西 又看自己不好的東西 那他整天就出緊張學爾蒙 有很多問題 那這件事的科學知識有幫助嗎 有 有幫助 那你要留意一下自己 整天是什麼狀態 那你就盡量學 如何入回這個平安 輕鬆的狀態 那一方面 一方面就是聖經告訴我 另一方面 科學家告訴我 我們更加知道 原來這件事 是神設計了的 我們就更加欣賞我們的神 也都經常留意這些 好了 那這個睡眠周期 又是一個非常好的知識 原來我們睡覺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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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淺睡到深睡 那深睡的時候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修復和建造身體 原來我們身體每天死很多細胞 還有要建造很多抗病的細胞 免疫的細胞 這個時候修復和腦部也有很多殘渣 原來那些人有老人癡癌症 就是腦部有很多殘渣 我們每天都需要清除 但如果一個人煩惱和睡得不好 他就不會清除 他就會開始覺得失憶 這些就是老人癡癌症的先兆 開始失憶 開始情緒失控 整個人不協調 身體不健康 都是因為睡覺缺乏了這個深度的睡眠 好 深度上再上去 他又會這樣 就是很特別的 我們睡覺不是一鼓鼓聲就紛紛 由此到深今又紛紛 整晚不是這樣的 過程是有循環 一晚可能有五次左右 四、五次左右 好了 這個深度又回到淺度 為什麼又回到淺度呢 然後去這個叫REM 英文就是Rapid Eye Movement 中文就是快速動眼齊下 那時候 就是 腦子處理回那些記憶和情緒 眼睛就好像 好像面對一些事實事情 其實就是無多時候發夢 就是好像那個人 他在網上也有拍的 他拍了眼睛 他把眼齊整起 眼睛都黃藍黃 好像看東西那樣的 就是那段時間 他原來就是在處理 他日後發生過的事 和他內心的情緒 就是說處理完 這個身體的結構 跟著就會處理 那些情緒 好了 大家會發現一件事 在睡眠的早期 就會長一些 這個深度睡眠的 然後睡眠的下半部分 就越來越長這個REM的 就是發夢多數在下半夜的 而這個周期每一次 是大約過半小時 而在這個時間 是最不醒的 有很多人醒 半夜醒 你看一看 那個鐘 是大約過半小時醒一次的 有些人 但有些嚴重的 更加醒得很多次的 而是越來越長的 但如果一個人情緒不好 有什麼不同呢 情緒不好 他很快睡覺 之後很快 他就會很少這個修復期 他就會很長這個REM的 他就會立刻發夢 還有那些夢是不開心的 因為那時候就要處理了 原來睡覺發夢是很重要的 有什麼重要性呢 因為我們日後有很多人的情緒 不知道處理 就好像爆炸一樣 睡覺就會把那些很嚴重的情緒 就會緩和了 所以到明天總是會更加平靜一些 不過如果他日日都不開心 日日就會積聚很多潛意識不好的事情 他就會越來越多問題 好了 了解這個 還有另一件事 我們知道 這個就是修復深度睡眠 而中度睡眠 安眠藥只能夠帶到中度睡眠 他不能夠帶到深度睡眠 所以有些人睡不到覺 他以為用安眠藥好 其實不是好的 最好就是做些運動 放鬆的人 睡覺之前站在那裡祈禱 放鬆的人 你可以 我有個錄音 祈禱你跟著錄音 放鬆的人 就不要那些很急的祈禱 說 快點救我 快點救我 那些祈禱就會出很多緊張 我們祈禱不用這樣 相信神在愛我 祝福我 耶穌在幫我 哈利路亞 那你就出一方面 神的祝福 另一方面 你的身體都會出開心 你便更加容易睡覺 那 即是說 原來我們的睡覺 是會顯示我們內心世界 如果大家發現 你睡覺很多緊張的夢 那些事情是困難的 即是考試考不到 排隊排不到 你做一件事做不到 那些這樣的夢 就是顯示你內心裡 有些不好的事情 這樣在睡眠的時候都會處理 但天天這樣 日復日這樣處理的時候 其實人始終都不是健康的 所以這個睡眠的情況 大家可以留意自己 有什麼狀況 如果你發覺很多這樣的夢 即是說你的睡眠的巡邏 不是那麼好 而你發覺你一醒 看到差不多過半小時又醒一次 即是說你每次都去到REF 又起床又醒了 那有什麼辦法呢 就是你盡量心境平靜舒服 盡量在一個安靜的情況之下睡覺 還有上床之後不要再想事情了 一想事情之後就想一下耶穌 耶穌幫著我 耶穌幫著我 放鬆 一路留意放鬆 好 尤其呼氣的時候比較容易放鬆 整個人放鬆 那你更容易睡覺 好 最後答案 好了 年輕人和長者睡眠的周期 年輕人 其實呢 年輕人 尤其十幾歲 二十多歲 是需要很長時間 不過現在的年輕人 不肯睡那麼多 其實你需要整九個小時 十個小時後的睡眠 成人應該是八個小時 七、八個小時 不過多數人都沒有這樣的睡眠 但就會造成身體和情緒的問題 好了 年輕人的睡眠周期怎麼樣呢 即他有時會醒 但這個情況你看到 醒的次數是少的 但年長你看這個 不是每個年長都是這樣的 這個年長這個 你看一晚醒了十幾二十次 真的很嚴重 如果你發覺你醒的次數多 都是我們需要處理的 即是說他沒有心碎了 到年長的時候 他的 他的 即 因為他的情緒問題 變成沒有心碎 亦都去不到REM那麼多 即整體上是不是那麼好的 因為先說一種 就是Malatone Malatone是甚麼情況出呢 就是黑暗的時候出 我想問大家 當你留意到自己的睡眠周期 是否會知道分別到自己的狀況 知道 那我知道原來我睡覺的情況 那你回家就留意了 你留意你睡覺的時候 是否很快就發霧 那些霧是怎樣的 因為你很心碎甜碎 睡得下不下要分別的 有沒有發覺那晚睡得很甜 很安靜 那種感覺醒來是很舒服的 如果靠任何的安眠藥 睡醒的時候是無茶頭的 不是那麼好的 可能原來人體有個生物中的 這裏 躺上這裏 躺上這裏 OK 好 晚上那一小時開始 現在的鄉村人 和現在都不同的了 以前的鄉村人 我小時候試過住在粉嶺 晚上一點油燈 吃飯已經是黑漆漆的了 我看到我弟弟在黑眼睡了 吃完飯沒多久就睡覺了 即是沒甚麼要做 那時候就 其實就有一種叫吞黑素 Malatonic 就會分泌 就會令到我們想睡覺的 這個是神創造 神創造很特別 到天黑就要睡覺了 由到天早7點半小時 就開始就少了 而這種吞黑素有甚麼益處呢 吞上一點點 這個是吞黑素 這個就是夜晚黑的時候 就是分泌這個吞黑素的時候 吞黑素在黑暗的時候會分泌的 電視手機和光線是阻礙吞黑素的分泌 即是說如果你還沒睡覺 有些人就會說 我不看電視就睡不著 我不看手機就睡不著 你越看就越睡不著 你有沒有發覺那些人 你喜歡玩手機 在那裡看電視 在那裡都是睡不著 又再睡不著 又再睡不著 大陸都是睡不著 搞到很早睡 甚麼是很早睡呢 三四點就叫早睡 那些早 就不是說 平時人十點、三點 甚麼都叫早睡 他就是三四點早上 早上 早晨的時候睡覺 這樣的時候 他的日子又有個不好的春晚 因為日頭睡覺 身體部這些 有沒有發覺 譬如你試過去Camp 或者去哪裏 晚上沒有睡 到早上睡覺 睡醒的感覺是不同的 就是因為他是缺乏這種 所以在睡覺之前 千萬不要養成習慣 看電視、看手機 盡量那些人的信息 不太緊張 其實緊張是自己的 想多看些東西 發多些信息 其實這些是社會病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 在晚上看這些 盡量減少看 早些安靜 那你日後就不用黑眼了 不用日後 不用日後 然後變成人有精神 變成睡得好 這個就是健康的 那有些人說 我上一份工是晚上的 很難搞的 這個就是求神 賜給你一份工 不是晚上 因為長期晚上睡覺 就是晚上上班 對身體是不好的 因為我們 修復內臟 一睡覺就修復肝臟 有時間表 如果在這個時候 你修復不了 變成你的肝臟 整天傳了毒素 你犯過夜晚 就是睡覺會有問題的 人的臉會開始過 和青 暗和青是什麼呢 那個膽管不通 因為膽管就是把肝臟 就是我們的身體化學廠 清理身體裡面的毒素 那它會塞了 因為太多毒素 塞了 還有人不能夠 晚上睡得好 它處理不了 就是清理不了垃圾 那時候 那個肝臟就越來越多毒素 還有那些膽呢 膽黃素不能夠走到 人就開始變和 這是一個病徵來的 所以希望大家留意到 留意到這裏 我們就真的 留意一下自己 身體狀況 即使我們說了什麼呢 第一就是 開心荷爾蒙 緊張荷爾蒙 然後睡眠的周期 然後這裏說到 深睡的時候有什麼發生 原來深睡的時候 就修復死去的七百億 什麼叫七百億呢 是有十個零 七之後有十個零 這麼多的細胞 每天死這麼多的細胞 還有呢 產生一千億的防疫細胞 即是多少呢 是十一個零 一之後有十一個零 每天產生這麼多的防疫細胞 原來我們身體真的很特別的 有些人說 人呢 其實我們一部份是細菌 一部份是人 因為我們一部份 我們很多這種細胞 就是很多獨立的細胞 不過它是聽身體的話的 還有我們身體也有很多腸臟的細胞 那些細菌呢 是外來的 但是那些細菌對我們非常有重要性 是有益處的 如果沒有這些細菌呢 是有害處的 即是那些人一直吃抗生素 就會將這些 這些 我們牆裡面的健康細胞殺死的 所以希望大家 你知道呢 就不要亂吃抗生素 那些細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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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呢 因為每一次有些 譬如有些細菌呢 那你用抗生素吃 但是呢 你不吃完的周期 它就會剩下一些細菌 那些細菌呢 就會有抗這個 抗藥性 現在已經有這種的抗藥性的菌 已經有很多 那有些人就講到什麽呢 他說 將來呢 全世界的這些菌 是會殺很多人的 現在已經有了 不過呢 是將來越來越嚴重了 而我們身體呢 其實身體本身有抗威能力 最好呢 除非是必定要 儘量不要吃抗生素那些 或者其他藥 還有呢 我們原來細菌呢 可以高一點點 每天有千萬個變種的細菌 因為它複製的時候會複製錯 因為很多環境因素、輻射因素 以至輻射、複製的時候 它會複製不完全 而有一小部分可以變成癌症細胞 每天原來有很多細胞可以變成癌症細胞 但是身體就會把它吃掉 消化了它、化解了它 如果不化解就會變成癌症細胞 原來睡覺很蠢就做了這件事 睡覺很重要 你想不要有癌症、疾病 就一定要有早的睡眠和寧靜的睡眠 那你整個人就健康了 還有清理腦部的積存殘渣 原來不健康的腦細胞這個圖 就是那些神經線 本來要連接的地方有很多殘渣 有些殘渣的人就會思想遲鈍 記憶力是很弱的 但是好的睡眠呢 常說這些 就是這些人說的 落落落落落落 好了 那下面就講到影響睡眠的行為 有些什麼影響睡眠呢 睡覺之前看電視、看手機 不能夠處理壓力 就是整天都想不好的東西 情緒化 睡眠的時候 晚上想一些困難 想來想去 那些人對我不好 有時自己想的 還有呢 最緊的就是小蟲神得力 因為神讓我們平靜安穩 那人開心呢 自然整個人都會健康的了 還有吃不健康的食物 因為這些不健康的食物 其實有很多不好的 譬如很多油呢 有加了Hydrogen Hydrogenated的Oil 其實對身體很差 為什麼這些商人會做這樣的事情呢 其實不是商人的出產商 這樣的油才能夠保存得久 為了保存得久 就加一些不好的質素 其實很多食物 有很多的防腐劑 其實是不好的 所以我們盡量少吃外面的東西 但是家裡也避免不了這些 不過比外面好 所以你看醫生 有時醫生問你 你出去吃飯多少 他會了解你出去吃飯 因為外面吃飯 會放很多不好的東西 在食物裏面 還有睡得晚 或者咖啡酒 和多種藥物 其實藥物呢 是很多種藥物 都是對於我們睡覺 都是有破壞的 還有安眠藥 盡量是祈禱 親近神 放鬆的人 經常有開心何異無 而不是用安眠藥來睡覺 或者平日小運動 可以上去 可以上去 可以上去就不上去 你看到這個圖 就是他在睡不著覺 在看電視 但是越看就越睡不著 就算他睡完 都是覺得 人口牛牛鬥頭 或者有些小朋友 家裡不讓他看手機 他就在皮下面看 其實對眼也很嚴重 有些人就是 因為呢 周圍黑 那道光 我們的眼睛 會逐漸去破壞 就會有視網網脫落 視網網脫落 是可以 一直越來越看不到的 是可以很嚴重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 留意我們的身體健康 下面 好了 如果缺乏睡眠 還有不安視睡眠 帶來什麼後果呢 情緒化 很難相處 睡不好的人 很懶惰的 是不是 會失憶 反應遲鈍 做錯決定 比如說 好了 跟你結婚 因為他睡得不好 就悶茶茶 好了 隨便吧 有些人會這樣 或者身體過重 都是因為這些身體的無病 容易有傷風 癌症 腦細胞被破壞 很多人呢 他的思想遲鈍 和想的想不到 看書看完一次又不再說 再看一次又不再說 為什麼這個腦已經不能夠集中 如果你發覺你看東西 或者聽東西 沒有辦法集中 就是因為腦細胞已經不能夠運作 但是呢 是可以鍛鍊的 就算已經有老人痴癌 都可以鍛鍊回 因為可以建立新的 這個是神經細胞的網絡 這個是很特別的 我們先說一下 這個 老人痴癌 腸胃問題 糖尿病 心臟病 中風痛症 好了 好了 原來在睡覺的時候 大陸就會清理這些殘渣 如果沒有清理 就會有哪些圖 好 這個就是老人痴癌症的 好了 那微腦鮮衰會怎麼樣呢 微腦鮮衰的人就是很難集中 思想緩慢 就是你聽話不能夠集中 思想游花園 跟他說話呢 就吞吞鑽鞠花園 說了很多樣東西都講不到底 情緒和性情改變 就是突然間我很容易發奮 情緒發 發難閘 時時會失眠 無緣無辜又會害怕 人們會死了死了 好像整個世界倒塌 這種情況都是因為他處理得不好睡眠腦的時候 魅魯仙雖也會有幻覺幻象或幻聽 聽到他的聲音不是好的 不如他外際活在自己的世界鑽牛角之外固執 原來神想我們平靜安穩 和神所賜的安睡是很好的禮物 希望大家珍惜 原來主義的平靜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明白平靜這麼重要 我們就要盡量避免煩囂 煩惡 我看到一些人在地鐵都在玩遊戲機 任何時間都要很激動 這樣的人就會很少平靜 所以希望大家知道原來聖經講到平靜的重要性 好 繼續 好 一起讀一堆語賽書3章10節 你們得力在於會和安息 你們得力在於平靜和順客 你們得力在於平靜和順客 你們可以給你幾乎 這是新業本 因為和學本要翻譯 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因為在乎不像 英文其實比較清楚 得力在於比較容易明白些 即是德力在於你留平靜安穩 我們講一讀英文 In returning a quest, you shall be saved In quietness and confidence shall be your strength 就是當我們悔解回到神那裏和安息的時候 我們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得救的神拯救我們叫我們能夠安靜的 在安靜和有信心的狀況 我們有力量的 德力在於平靜安穩的那一章 真言十四章三十節 心中安靜是肉體的生命 直到時是肉體的狡猾 然後安靜就會帶來生命 那天平靜就帶來生命 所以你在很多時間 你可以爭取很多時間一邊刷牙 你可以平靜一邊想想耶穌 又可以聽聖經 是一個平靜的心 這樣的時候 人更加安靜就會帶來生命 但如果直到 負面的情緒 是會帶來身體的瘤難 身體會真的會難 那些老細胞會壞 整個人會壞 那些細胞不能夠重現的時候 身體會有不同的問題 看一張 師篇一百零三十一篇第二節 我的心平穩安靜 保證斷過奶的孩子 再當保證的懷中 我的心臟斷過奶的孩子 就是我們時事 好像個嬰兒 不是掛著喝奶 就在神的懷中 享受神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在我很久之前 我都發現我唱詩歌 唱聖經 我的心平穩安靜 保證斷過奶的孩子 愛他無親的懷中 我的心平穩安靜 很久之前 我已經發現 在我初信的初期 我已經發現 當我唱一些平靜的詩歌 那些人很平靜很舒服 一邊唱詩歌 人們又開心 又整個人很有力量 又整個人有體力 我真的覺得 真的很好 原來親近神 是有這麼好的 希望大家珍惜 在神裡面的平靜 安穩 原來是這麼重要的 好了 那我怎麼靠主耶穌 有平靜和健康呢 我們怎麼可以靠耶穌 繼續 師篇16篇第8節 我將耶華常擺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邊 我便不知遙動 因此我的心歡喜 我的靈快樂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這個經文呢 是大衛所寫的 這個經文就講到 原來親近神 就帶來一些後果 即是說神是可經歷的 希望大家記實這個 就是親近神 是會帶來好的後果 他說我將耶華常擺在我面前 試試把神放在我面前 那時候呢 因他在我右邊 因為這個是互動的討告 當我將神放在我面前 我親近他 他便在我右邊 他便會和我一起 必定有反應的 他會和我一起 那因我便不知遙動了 我便不知遙動 即是說不會受人的影響了 因此我的心歡喜 我的心就會開心了 我的靈快樂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就是身心靈 全個人都健康的 原來親近神是最好的 親近神就不知遙動 那人就平穩安靜 和整個人就會舒服了 就會健康了 下章 詩篇四經八節 我必安然放下睡覺 因為狼人被耶穌說 使我安然居住 原來神是叫人安然睡覺的 神是有這個能力的 好像這個小孩子在睡覺 耶穌好像令到他睡覺 睡得好那樣 即是神是叫我們能夠安然睡覺 神的同在是叫我們安然睡覺 在神的同在放下煩惱的事 放下煩惱的事 放下負面的事 親近神是帶來最大的祝福 師篇一二七第二節 唯有耶穌說 所親愛的必要他關 神所親愛 神愛世人 但是神喜悅的人 神親愛和有親密關係的人 不是所有基督徒都是 神想祝福他 但當他不接受神的時候 他心中小親近神 他心不開放 神想做工 他在做什麼呢 他在打手機 他在煩惱 他在發脾氣 他在犯罪 他在犯罪 這樣的時候 神就不能夠大大與他同在 神親愛的人是什麼呢 就是愛慕神 歡喜神 放下煩惱 放下罪 整天親近神的人 神就叫他安然睡覺 原來跟神的關係 對我整個身體都是很好的 珍言三章有一節 我而要謹守真智慧和謀略 不可使他離開你的眼睛 者又他必作你的生命 頸看的美色 你又坦然行怒 不自碰腳 你躺下必不去卡 你躺我最不甘甜 這句講到睡得好 那個秘訣是什麼呢 謹守真智慧和謀略 神的智慧 聖經是充滿智慧 有些人說 聖經經經常講一些道理 他覺得道理 誰人都知道 其實不是的 聖經裡面講一些 是真理 他裡面講到怎樣 愛人 有些人說 愛人很吃虧 關心人 不要發怒 不要為惡人心懷不平 這些東西 誰人都知道 沒有發脾氣 但覺得這些老土 但其實這些是最高的智慧 因為當人受人影響 人能把我什麼樣 有些人說 幫助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什麼樣 人不可以傷害我 於是我不受人影響 我已經跟從這個真智慧 這個真智慧是什麼 其實很好 神裡面有一切的風性陰險 我不用受人影響 因為人有很多問題 但我祝福他 我遙恕他 我看出他 我關心他 這是智慧 我們越祝福人 我們就越多好的朋友 就越多人幫助我們 我們越開心 越有力量 這是真智慧 當人有這個真的智慧 和謀略 因為神在我心裡有策略 神要使用我們 我感謝神 神是有策略的 例如我現在講的 《輕鬆德性》那本書 講到這些主理生命 我都會將這些放在輕鬆德性裡面 那個文字部跟我說 我們將會9月請一個人 他是一個設計師來的 會幫你設計這本書 你的內容也很好 加上這個設計師 令這本書很吸引 我說 感謝神 我欣賞這個負責的律師 多謝你這樣的幫助 神的策略 原來你有心 神就會給你一些策略 因為我人 我又想認識聖經 我又想尋找好的知識 我在網上聽這些知識的時候 我又會分辨什麼好知識 什麼不好知識 我發現這些 處理情緒真的很有幫助 處理認識我們的大腦 認識我們的睡眠 認識荷爾蒙 真的有幫助 然後我將它消化了之後 我講出來的時候 不像教書 而是幫助人 處理生命 我覺得很有幫助 這些是策略 希望大家 會將這些策略 放在心中 好了 當你有這些真智慧 和這些策略的時候 有什麼後果呢 它必作你的生命 神呢 這些智慧 就會成為你的生命 然後呢 最後怎樣 一起躺 你躺下 悲心懼怕 你躺我睡得香甜 當我們走上神的路 整天都用神的智慧 人的智慧就是 要和人鬥過 要發脾氣 要埋怨 不開心 但是神的智慧就是 在神裡面有一切豐盛 而我能夠建立 我生命 我就整個生命豐盛 好 《比特前書》二章二十四節 因它的實質變相 你便會變得有醫治 同時神都是醫治者 如果你的情緒 你的睡眠 你的荷爾蒙 都是有些不平衡 神可以醫治 因為神設計 我們的大腦 是有醫治的帶來的 和神是會行神職醫治的 我這裡關番聖師所說 日神做這個開心荷爾蒙 喜樂的心乃良藥 是帶給我們醫治的 和得力在乎平靜 關穩 當我們平靜的時候 神所做的荷爾蒙 好的開心荷爾蒙 和神的能力在我們身上 亦都給我們有祝福的 好了 然後大腦 又是很特別 很特別 很特別 怎麼特別呢 我們的神經 是可以不斷地 加針連接 如果小朋友學走路 小時候 我們覺得走路沒有問題 小朋友學走路 是很困難的 就是要平衡很困難的 但是當我學到的時候 就不難的 原來學走路 在腦裏面 是有很多神經的連接 神經連接去 多少個呢 大家看看 我們大腦裏面 有1000億的神經細胞 有11個0 1之後有11個0 然後每個神經細胞 可以連接1萬個神經細胞 每一個 然後每一個神經細胞 可以有1000萬億 1之後有15個0的接觸 即可以接觸不同的 即我們的神經是很神奇的 所有學過的東西 全部都是有不同的連接 所以他們可以看那些 腦電波 在腦裏面那些 有些什麼活動 他可以用一個方法去看到 裡面哪裏發光 用一些化合物放在裡面 他想事做事做法波 他就發覺 原來人做任何的活動 或者說話或者看東西 都會在腦裏面 不斷有些電流流過的 好了 這些連接影 原來每一次我們學生的東西 就會有新的連接點 所以小朋友學走路 他就已經有一些的線路 譬如打波 你見到懂得打波的人 和不懂得打波的人 是不同的 懂得打波的人 這個動作 你見到是一個打波的動作 但如果不懂得打波 他當然做不到這個動作 因為為什麼呢 原來每一個打波動作 已經在我們的腦裏面 有些線路 其實原來一個人 越學得多東西 不同的東西都學 所以小朋友 看顏色 看數字 字母 動物 不同的東西 學習的時候 刺激他的腦 他的腦就會有更多的連接點 我們成人都一樣的 不過有很多成人 是用自動飛行式 自動飛行式 一起床 刺激 洗臉 吃早餐 出門口 快點衝去 趕去搭車 然後就在車路上 看手機 或者晚上睡 接著去到 又要做事 或者不同的東西 每天呢 循循循循循循 還有會怎樣呢 慢慢想 哎呀 老闆真的不好了 同事真的不好了 家人真的不好了 哎呀好煩啊 循循循循循循 同樣的東西 有很多人的生命 所以有些人生命到三四十歲 已經是一式一樣的了 以後一式一樣 這樣的時候 他的腦是沒有擴展的 沒有擴展 他的腦就會退化 所以有些人呢 到三四十歲 開始不懂得學東西的了 但其實一樣可以學回 那學回怎樣呢 就是由簡單的學起 學新的東西 其實現在很多方法 在那些community college 就是外面社區啊 還有一些 我不知道在香港叫做什麼 這些community college 社區中心 或者學校 就是有些課程 給很多人可以讀的 很多栽培訓練 是可以學習的 有不同的學習 聖經也有很多東西學習 如果你懂得聽英文 你聽到少許英文 你當你越去學 就是好的教導 你的思想更加敏銳 這個時候你的腦 就不斷有新的擴展 就會預防老人癡患症 老人癡患症是怎樣呢 那些老人癡患症 那些人呢 經常都是這些 神經細胞 而全部都塞了 所以他連回家都不懂得回 那條線路都忘了 但是當他學多些新的東西 做多些新的活動 這樣的時候 他的腦就會有新的線路 當他有新的線路的時候 他的腦又再一次健康回來 當然他不會及於年輕的時候 如果年輕的時候 他已經開始多去思想了 思想好的 不是思想不好的 有些人就慢著想不好的 這個是破壞性的 對腦是破壞性的 但是多些去思考 分辨去用方法解決困難 這樣的時候 人的腦就會發展 原來這個腦是非常重要的 改變上少許 改變是大腦的天性 但是願意改變生命質素的人 有多少 是很少數 很多人不喜歡想事情 現在的人坐著 躺著看電視 回家看我的手機 全部是被動的 腦不懂得再去想 這樣的時候腦會退化 大家想不想退化 不想 回家都不知道回家 真的會 有些人會走到哪裏 走到很遠很遠 家人找來找到 找警察找到 後來才找到 不知道回家 不知道回家 我希望大家不是這樣 好了 不用的大腦 大腦就會退化 有些人 三十幾歲之後 就不再學習 不再學習的時候 腦變得怎樣 不能夠集中 不安 腦模糊 蒙茶茶 看書又看不到 又不明白 低沉 善亡 容易發怒 思考能力弱 就是去想事情 解決問題 想不到 有些人很緊 要家裡流水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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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 有些人 死了 我牙有問題 我有什麼健康問題 我快要死了 我要自殺 有些人經常跟我說 我什麼問題 我要自殺 他思考不到 牙的問題 就是牙醫 不能死 總有方法解決 不能死 就算沒有牙都不能死 但有些人 有牙的問題 就會想自殺 這個原來 人是會有不同的事情 影響的 曾經有一個人跟我說 很多次 我說我快要去找牙醫了 我很怕牙醫 我現在想自殺 我說了很多次 我說你自殺 去那個地方 去地獄 比你現在找牙醫 下一次他說 我要打針 我又要自殺 我說打針 就是地獄的功 好 接著老電波 都是很有幫助的 大家懂不懂 天複的英文字 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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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BAT 這三種老電波 第一種是BETA 就是正常醒覺的時候 運作 例如你做事 上班 讀書 BET BETA BETA ALPHA 就是安靜 你坐在這裏 看世界 看大自然的東西 這個就是 ALPHA 這個A 然後這個THETA 你讀代數 有沒有讀過這些 THETA這些 讀代數 就有這些符號 總之你記BAT 你不用記得這個 總之 在差不多睡著覺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 THETA 這一種的老電波 或者是當你很安靜 為什麼呢 坐在這裏 多謝神 感謝神 你的老電波就會越來越慢 在慢的時候 有很多好處的 如果你是正面思維 就會將你裡面的 負面的情緒 就會醫治 譬如有些人 他睡覺睡得不好 情緒不好 然後在這個安靜的情況 你每天都選擇一時間 思想耶穌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我歡喜耶穌 這樣 你就會在這個 老電波的狀況 他就會入潛意識 還有臨睡之前 所以睡在床 你不要猛過想 那些人怎麼壞 不要猛過想 很慘 以後要想什麼 耶穌在愛我 耶穌在我一齊 當你越是這樣想 在這個安靜的時候 他就會入潛意識 入潛意識 你的人就越來越平安 但有些人 就日日 沒睡覺之前 就慢慢罵人 那他潛意識 就裝滿了這些罵人 就是不好的 原來認識這個老電波 就知道 原來我們在臨睡著覺 和最安靜的時間 就是在這裡祈禱 在這裡輕鬆的散步 很輕鬆的 這樣的時候 是那些 好的思想 就會進入潛意識 或者不好的思想 然後最後就是睡覺 D就是delta 就是睡著覺的時候 正先說 BAT 大家記得 其實記得什麼呢 在一個寧靜的時候 差不多睡著覺的時候 是意念最容易入潛意識 亦都能夠 醫治我們的內心人 好了 怎樣幫助自己的腦 不要微腦先衰呢 首先睡覺的質素 平靜 安靜 吃好的東西 處理負面的情緒 譬如說 發脾氣可以處理 背金句 多些背金句 那個人呢 多些想神 神真的好 神怎樣幫我呢 一旦神那麼關心我呢 經常去想 那個人的腦 更加敏累了 還有健康的思想 善路 然後每一次學新的東西 就會有新的善路 不過需要六十日成為習慣 六十日 即是說呢 譬如你學這個行政 你每天都做 做六十日可以成為你的習慣 還有創意的思想 多些想新的善路 如果年輕人呢 上網呢 是有些教怎樣 新的思想的模式 還有運動 陽光 輕鬆開心 健康食物 或者幫助人 的時候 都會對我們有益處 好 為何聖經說 《始不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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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陷路到日落 什麼問題 陷路到睡覺 什麼問題 那些怒氣 就要入了慈意識 即是未睡之前 一定處理好 放下這些東西 最好就不用到日落 越早越好 越快越好 幾分鐘就不要處理完 所有不開心的處理完 就不要吃垃圾 其實吃垃圾 整個人都不好 負面思想 想人的不好 又對我們有害處 想自己的不好 又對自己有害處 而受諾什麼呢 神為人的一面 神很愛我的 神的同在帶裂 聖靈的果子 還有相愛關係 基督徒給此相愛 我們欣賞 家人的相愛 我們欣賞 多謝天父有家人 有基督徒的朋友 不是經常都可以見到有的 還有前度書 聖靈都說運動的重要性 這句金句 一起讀一下 奴隆的人不虧 吃多吃少 誰則香甜 富足的人豐滿 卻不容他睡覺 聖靈講到 奴隆的人 無論他吃多吃少 他都睡得好 那你說我不是做苦工 有什麼辦法呢 就運動 運動都是 總之你奴隆的時候 原來就對我們身體有益處 阿章 怎樣幫助睡眠呢 幫助親近神 處理生命的問題 放下煩惱 整天都輕鬆 由早到晚 不要只睡覺的時候 整天都輕鬆 阿里路亞 那些罪人 那些問題 不用想那麼多 想完就算了 吃健康的東西 運動 太陽 睡覺之前 站在那邊好 如果半夜醒了 就不要睡在床 你有沒有發覺 如果睡不著 睡在床 越睡越睡不到 起床 站在那裡 最好站在那裡 如果不行你就坐在那裡 站在那裡 站在那裡是最好的 站在那裡放鬆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不用說的 心一直想 多謝耶穌 整個人站直 放鬆 多謝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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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人站直是最好的 不要習慣彎頭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身體的運行就更加好 睡覺更加好的 繼續 安眠藥 有些人以為好 其實很差 這裡給大家 有些知識 只能夠帶中度的睡眠 能夠帶來深度的睡眠 還有身體的修復度 大腦的修復是有限度的 睡眠質素變差 日日仍然很累 還有越來越需要多的藥 活上癮 善亡 高血壓 容易有癡癌症 痴癌 還有有這麼高生命危險 有很多人吃安眠藥 不是吃過量 不知為何死了 是有 你上網問 是有很多人吃安眠藥 就自己死了 還有他有 有限的處理情緒 和變異的功能 因為腦的運作 是有問題的 好了 怎樣有健康的 我們這裡總括 先說 多親的神 這個是最重要的 多親的神 喜歡神享受神 喜歡神很重要 神真是好 多謝天父 神很愛我的 喜歡神 放下藥仇 而我們知道有開心賀爾蒙 平安輕鬆就有開心賀爾蒙 輕鬆安靜舒服就有開心賀爾蒙 早睡早起 留意睡眠的周期 我們今天講過 有開心賀爾蒙 睡眠周期 還有用大腦 大腦是會有新的線路 我沒有加到 就是這個 魯電波 就是在臨睡之前 安靜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 可以入前意識 你把好的東西放進去 那時候 你的人都會平靜 我希望大家記得這幾個東西 提自己 第一就是親近神 不要吃垃圾 然後我們明白 開心賀爾蒙 我們平安留意 這是需要大家平日留意的 我現在是不是出開心賀爾蒙 還是出緊張賀爾蒙 我現在是開心還是緊張 盡量整天都平安輕鬆 那又知道 早睡睡覺 原來早睡這麼緊要的 那些人習慣 就要等到一兩點 兩三點才睡覺 其實最好 十點 十一點之間就睡覺了 最好了 留意睡眠的周期 還有在臨睡之前 安靜的人 是令到我們 更加的前職更加好的 而大腦也都需要運作 令到我們有健康的記憶 OK好 大家要停了 那我今天所說的 我需要消化一下 需要消化一下 就是說 想想 就是 就是 OK 不要緊 不要緊 好 我們就說 起碼我們大家記得的 就是這一集 你會留意自己 是不是平安輕鬆的狀況呢 我今天都有很多的資訊 希望大家 其實你上海可以聽回 可以聽回 Facebook 每個星期 你都可以跟回我講的訊息 在葉牧 葉牧 葉牧師 不過沒有個C字 因為它不可以加牧師 那些銜頭 它不准放在那裡 那就是 葉牧 你就會看到我每個星期 講的 你可以聽的時候 去YouTube 那個質素更加好 不過就要等兩三個星期才會出來 那這些呢 就會幫助你 去處理生命 那我這次講的 比較多資料 需要大家去分開 但其實呢 廣來說幾樣東西 對 同時關係好 那些人就會健康 放下垃圾 這個以前我都講過 有科學性的幾樣 一一樣呢 就是 開心愛爾蒙 一起講 開心愛爾蒙 開心愛爾蒙 睡眠的周期 睡眠的周期 當你越去 有正面的思考 還有開心的線路 你開心多些 比如去開心玩一下 它又會有新的線路 就是你見到人又會開心 你都玩過又會開心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有些 Hobby 就是有些 興趣 有些嗜好 是健康的 如果你想不到 你用手機拍下花 拍下小鳥也好 拍下樹 拍下周圍的東西 都是開心的 就是去看看這些 香港現在的公園 有很多漂亮的 鳥仔 花 很多 就是各樣東西 給我們欣賞 這些都是會幫我們的人 成為健康的 剛才我講科學性的 就是有這個 開心愛爾蒙 睡眠周期 大老可塑性 還有這個魯電波 就是原來我有不同的魯電波 那你留意自己 不要經常都在這個 Beta 記不記得 B.A.T. 我們剛才講 蝙蝠 第一個就是Beta 繁忙的魯電波 繁忙的魯電波 我知道有些人工 是這樣的 快點趕著趕著 那你是沒辦法的 不過趕著的時候 都可以快而不急 盡量 盡量快而不急 即快但不要急急 不要一直 死了死了做不完 而是盡快做 不過都是一個輕鬆的心態 或者一路呼叫耶穌 耶穌幫我 而爭取一些時間 有時靜下來安靜一下 感謝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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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身體的平安舒服 都是會帶來這個開心愛爾蒙的 這四件事 我希望大家記得 應用回你日常生活 你整天都會改善的 我記得 今天快樂 明明天 是 我們 還是 好 我 對 你 那個